哈喽哈喽大家好,欢迎回来,我是马大姐 我觉得一到现在这个季节啊,10月份,11月份 应该有很多小姐妹都跟我一样,就是又开始迷失了 究竟在这个季节,尤其是一些外套,怎么穿,怎么搭配 才能避免老气臃肿,大妈感 另外呢,之前还有一些小姐妹给我留言,说 哎,马大姐,你为什么总是在退优衣裤啊 在巴黎有没有一些法式穿搭,但是呢 同样适合我们亚洲小姐妹的品牌 真被我找到了,这个品牌呢,叫圣迪奥 法语呢,就是三代了,它其实呢,是一个亚洲品牌 是中国品牌,20多年专注于成衣制造 然后它在巴黎呢,也是有自己的门店的 是在欧贝哈附近,就是巴黎的大哥剧院附近 就是那里啊,是云集了老佛爷,春天啊 以及优衣库的门店 我是逛优衣库的时候,被我不小心发现的 选了六件单品 给大家展示一下秋冬,尤其是这些外套 随着不同温度的,适合于我们普通人 做出极简而又高级感的穿搭 好,您现在观看的是马大姐的时尚频道 喜欢的姐妹,请订阅我的频道 首先呢,10月份11月份,现在放眼望去 满大街都是穿风衣的季节 各大网上的博主也纷纷展示出了穿风衣的造型 所以我这次呢,也选择了一件我比较喜欢的风衣 分别做了很多套用不同单品 做出的不同感觉的穿搭 再一次证明风衣 确实是现在这个季节的百搭单品 但是呢,也并不是所有的风衣 都能够做出这种简约百搭的款式 我们选择风衣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的版型 最好呢,是选现在比较流行的oversize版 但是,尤其是我们亚洲的小姐妹 选择oversize版,如果风衣太长的话 很容易吞我们的身高 那基于这两点呢,我就选择了这一款 风衣呢,是属于单排扣的一个中长款式 对我们亚洲姐妹的身高比较友好 然后它是有两个颜色 一个是这种,有一点橄榄绿啊 有一点发黄 另外一个颜色呢,是那种经典的黑色 我强烈大家去选这种偏黄偏绿的颜色 因为在早秋特别容易做出时髦感穿搭 然后它的整个材质呢 它是用了百分之百的尼龙 所以整个材质呢,特别的轻盈 都帮助我们更好地做出休闲感的穿搭 这款风衣不同于其他的 像优衣库优谢的风衣 做的就是有一种男性风 它很好的兼具了一些女性的特质元素在里面 又兼容了现在时下比较流行的 Oversize风 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做年曼平衡 所以我们在穿这款风衣的时候呢 就能做出很多种穿搭 可以搭配我们自己原有的各种服装 长裤啊,长裙啊,短裙 就算是运动裤,瑜伽裤 也能搭配出不同的多样性 我们可以看到是在肩线的这个位置 它没有明显的分割线 所以它比较适合我们亚洲姐妹 像这种肩比较窄 经常在穿风衣的时候 一旦这个风衣像一些传统的风衣 即使是bargeray选择合适的话 穿上之后很容易显头大 那这款风衣呢 就完全抵消了这个困扰 因为它肩线这边没有明显的风割线 它是一个这样随形的oversize风 再加上足够大的领子 和前面可以稍稍留出一个小微领的设计 这样在视觉上 就让我们看起来脸小 整个比例呢就会更自然 随着清完之后呢会越来越低 到了11月中旬的时候 可能风衣的穿搭就不太适合各个地区 那这个时候很多姐妹都会选择一款 羊绒外套 这里淘到的就是一款羊绒成分 占70%的一个中长款外套 而且这一款设计 我觉得它就是专门为亚洲小姐妹准备的 因为它的整个版型 是做出了一种优雅的公主群的样子 比较厚的领子 跟我们的脸部做对比 那这样形成的反差呢 就会在视觉上显得脸小 而且它这样的一个大V领设计 露出我们脖颈的线条 也会显得头小 整体穿起来呢就会做到比例流畅 整个人会显高 再加上这款外套本身戴的这样一个 收腰版型的设计 系上腰带之后 妥妥的就是一枚优雅的公主穿搭 然后像这款外套呢 它也是有两个颜色 我选的这一款呢 是属于比较高级的大象灰 或者是说叫成是鸵鸟灰 然后再搭配一个同款颜色的乐福鞋 以及我迪奥的戴飞包 我觉得整体穿搭就有那种独特的亚洲 亚洲版又温柔又贵气 第三件单品呢 就是更了不得 其实是一套的连衣裙 这一款连衣裙做的真的是好巧妙 它同样用的是这种比较高质量的羊绒的设计 然后袖子呢 是这种今年很流行的那种薄纱透饰的感觉 但是它在袖口呢 又做出了这样很可爱的公主袖 前面同样是这样一个小微领 这样搭配一些配饰 增加凸显精致度 在颜色的选择上 我们也有两个颜色 这种偏白就比较贵气的妥妥的颜色 另外一款呢是黑色的 然后在号码的选择上 我觉得很多姐妹一定就是在想说 既然它是一个中国的品牌 那它的号码可能会比平时欧美的货号会小一点 我觉得这是一个误区 比如说这一款我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想法 所以买了稍微大一点的货号 结果穿上之后呢 感到有一点宽松 我是觉得如果再小一个货号的话 应该是更合身 但是我转捏又一想 只差一个货号 其实在舒服度上是更好的 另外呢 就是买稍微大一点的货号 这个肩线的地方 它就做的稍微的宽松一点 那这样头肩比例就会更好 然后再配上这一款小外套 就是妥妥的 贵里贵气 特别的简约时尚 无论是我们上班休闲见朋友 这也是一个比较吸引眼球的穿搭 而且这一款呢 我个人觉得它的包容度比较高 就因为它的面料足够厚 即使是我们胸部比较丰满啊 腰部有些坠肉 这么厚的羊绒外套 都可以像大衣一样把它屏蔽起来 再加上本身它带的这一根腰带呢 做出腰身 整个人就会显高又显瘦 然后再搭配上呢 对于它刚刚好露出小腿的一个长度 那整体穿搭 做出腰身 露出我们比较纤细的小腿的部分 那第四款我要推荐呢 是之前已经有很多人 在我其他的优衣库的穿搭视频中 屡次询问的是这样的一个牛仔裤 这块牛仔裤真的是太好穿了 价格非常的合理 尤其是它的面料非常的柔软 穿起来特别的舒服 而且这款牛仔裤的隐藏功能 就是它是垂坠感特别好 特别的有分量 这样我们穿上之后呢 即使是很舒服很柔软 但是它的整个走向是往下的 这样让我们腿部的线条感会更流畅 更容易凸显我们的大长腿 这种做旧的复古的颜色 穿上之后特别很百搭 它这个裤子的版型在下面呢 是这样一个开口的设计 这边还有一个小扣子 所以更加适合我们亚洲姐妹穿搭 不经意呢露出我们纤细的脚腕 或者是露出我们冬季比较穿的一些高筒靴 就非常的法式 很好看 第五款呢 是我淘到了他们家一个 这样牛油果颜色的绿绿的一个小包 这款小包呢 它很方便 很小巧 可以装一个这样最大的手机 然后它后面呢 我背着它也会把公交卡放在这里面 非常的方便 它是属于这种小牛皮 所以它不会有什么刮痕 前面呢有一个这样的复古的金色的扣子 有做旧的效果 然后它这两个袋子呢 也是可以这样拿下来 夏天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用手拿着这个小包 有一点像装很实用 最后一款呢 是在最冷的时候 我们一定需要一个羽绒服 因为没有什么在秋冬比较寒冷的地方 比羽绒服更方便更郁寒的 基于此 我就利用这次机会 在他们家淘到了一件黑色的羽绒服 这款呢 是一个鸭绒服 整个面料呢 是带有暗暗的光泽 但又不会显得特别的亮 在版型上呢 它是属于收腰的设计 这款呢 我同样是买的码数比较大一个款式 这样在秋冬里能提高舒适度 还有就是它里面还搭配了一个这样的 这样的假的帽子和假的领子 再加上收腰的设计 避免羽绒服的膨胀感 还有就是这款羽绒服很适合我们亚洲姐妹 因为它虽然是长版 但是不是像欧版那么长 一直到脚腕 它是刚刚好过了我们小腿肚 既保暖 也让全身穿搭没有那么显分量 那另外一个我觉得羽绒服很重要的就是 比如说在冬天我们也会做一些出席啊 比如说去一些高档餐厅啊 聚会啊 约会啊 那这个时候我们里面穿的衣服呢 往往都是比较轻薄的 如果只搭配上普通的大衣 可能月寒的效果就没有那么高 再加上对于40家轻淑女的小姐妹来说 月寒这件事是一定是首当其冲的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选择一款羽绒服 即使是里面搭配比较轻薄的礼服 羽绒服也会保护我们起到一个郁寒的作用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 那希望今天推荐的几件单品呢 以及今天用这些单品做的穿搭 能给大家一些小提示 如果大家对这次搭配所用的这些单品感兴趣呢 我会把打折信息 以及他们的链接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 也会放在置顶留言 好了那最后呢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视频 我们下次不见不散咯 拜拜